今天我會做一個很多人都熟悉的美食 就是這個回鍋肉 剛剛就去了市場買菜 近期很多人說不想消費 香港街市貴不貴 大家不妨留言說一下 我這邊街市感覺會比較貴 我就是九龍城區這邊 這裡已經42元包菜 包菜是一斤的,一斤也不到 573克 香港的一斤是600克 這樣就42元 這個菜店比我平時買的更便宜 有些更貴 另外,我今晚會煮蘿蔔牛腩 我這裡買一斤牛腩 一斤是600克,最普通的牛腩 這裡是82元 這條五花肉是70元 重量是一斤,剛剛好 所以現在這麼多人 去內地買菜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香港的菜太貴 我這樣買這個菜 這裡已經買了兩百多… 兩百四元左右 加上這塊牛腩 已經買了兩百四元左右 你還有些三送飯,幾十元 多得你吃不完 對吧? 為什麼人們還要下廚吃呢? 最近有時候看到我的影片出得慢 其實我這段時間一直在做一些研究 在想一些影片應該怎樣做好 我也老實說,香港現在 看著吃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因為買菜太貴 很多人都寧願買過兩送飯、三送飯 或者直接買過兩送,只是三送這樣 五、六十元,吃足一天 第二天上班都可以再去吃 才花四、五、六十元 所以近來我也看到很多 做開飲食他的YouTuber 比較大的也好 他們是瘋狂更新的 因為現在沒有人看這些影片 每個人都瘋狂更新 希望多一條片、多一些感覺 去照顧數量 除非有疫情 否則… 基本上現在香港這邊很少人看 反而在海外的壞人看就會更多 所以這段時間我也有時在想 是否應該繼續拍畫、煮食 那些內容 因為真的很難做 你花的成本又高 買菜、煮飯 還有,你們又不點個讚給我 我做得很慘 所以接下來我也在想 可能我的頻道 也會多一些其他不同的題目 的內容 我就未必說拍死美食一件事 不過這個到時候才算了 現在暫時我也做著美食 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最近也拖筋了,拖了很久 拖了整個月 你們留言都說 月筋博煮終於更新了 好了,這裡有一塊花肉 這五花肉,大家最好買一些 寬新一點的 不要太細條 不是的話,你炒出來 它會剩下這麼多 所以買一買 大塊一點的 炒完之後,就會還有這麼多 看下去就比較好看 而且你這塊肉 大塊一點沒那麼容易 炒至焦乾乾了 所以我就會這樣做 這裡有一塊五花肉 冷水落鍋裡 加入薑片、蔥段和少許料酒 一湯匙左右就可以了 這裡的主要作用就是去腥 另外,我也加少許花椒進去 作用多一點,去腥就行了 這裡當我一茶匙左右的花椒就可以了 水滾了之後,我就會調校中小火 由它煮20至30分鐘 如果薄一點的話,你就煮20分鐘 就可以了 另外,你想知道它熟不熟 你拿筷子刀下去就可以了 一下子刀得穿了,就行了 基本上 蒜苗,你看到這裡準備了兩個碗 醃的部分會分開炒,還有這一部分 首先,我先去腥頭 腥筋這邊,我就會拍一拍 然後打斜切,45度角 一寸半左右 一寸半左右這個長度就可以了 後面這裡一直切 就行了 好了,這碗蒜苗準備好了 下一步就準備辣椒 如果大家不喜歡吃辣的話 你就不要加辣椒 你可以放一個燈籠椒進去 香港很多人喜歡吃傳說中的BB辣 我建議吃小辣,慢慢習慣 食物有辣才好吃 沒有辣,真的差很遠 鹹、甜、酸、苦辣,辣不可以沒有 一個菜好吃,也要有幾個口味才行 我這個回鍋肉主要是用蒜苗做的 傳統也是用蒜苗為主 香港平時去吃,去上海店吃 他們的回鍋肉通常會加椰菜 這邊的人叫這個做上海的回鍋肉 我也有一點混合 我其實不知道是否正式有上海的回鍋肉 還是沒有的 網友不妨留言給我聽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一茶匙的甜麵醬 還有一茶匙的辣豆瓣醬 這個就是味道主要的來源 另外,我也會加一些糖 一茶匙 豉油,我也會加一茶匙 如果不夠鹹的話,我會再加一點鹽 好了,現在花肉煮好了 現在先拿五塊肉出來 先拿凍水沖一下 把表面的血水沖走 沖完之後,吸乾表面的水分 因為你一家要炒,如果花肉濕粒粒切 炒的時候,很大機會油會帶不上自己 一定要鎖一鎖乾表面 盡量切到薄一薄 然後再加,0.3毫米一塊左右就可以了 臨在這裡,我不切了,不能切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這裡的肉已經煮好了 切成一片片的料頭 包括薑、蔥、蒜、辣椒和豆豉 調料就是豆瓣醬、甜麵醬、豉油 另外這裡就有紅辣椒和青辣椒 還有這裡的蒜苗 我會最後才煮 最初我會先炒香這裡 油,我不會加太多 因為一間炒肥豬肉的時候 一樣會有些油分滲出來 這個肥豬肉煮完之後再放下去炒 就是回鍋了,所以叫回鍋肉 我就加這麼多油 如果油太多,我就會倒一些出來 現在肉就回鍋了 大家煮的時候就要小心 不要把油散掉 炒得肥肉開始透明透明就可以了 我這裡又要開中大火 千萬不要炒得太乾,記住 太乾的話就會很硬,硬彬彬彬彬彬 好,煮了這樣一下 我就把這些青紅椒和辣椒都放進去 我現在也是大火炒的 把蔥蒜、辣椒、豆豉放進去 拌勻 現在我就放調味料了 現在豬肉已經縮了很多 你一直炒的時候,油會一直出 可以嗎?油比之前多了很多 沒所謂的,這個菜式是油的 好,現在炒勻了 蒜苗的放進去 現在大火炒,炒四十秒左右 另外加少許酒 少許豆腐 讓它更香 好,四十秒之後 把葉放進去 炒多半分鐘就可以了 不要炒太熟了 炒到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因為你拿出來的餘溫 就會煮熟了葉 基本上就炒好了 最後,還是保持大火 加多一點白醋 再加多酸味,開胃一點吃下去 好 可以 糟糕 糟糕 好像 BEN階 肩膀 這個簡單的糟糕 就是這樣做的 做法很好 可以的,就能做得不夠好 gan一個辣豆瓣醬 可以加多少少也行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回鍋肉 video 記得點個like給我 下個video見,拜拜